有事 你們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拒絕了喜歡你的人 但是又很想要跟他做牌 當然有啊 他的問題就是 在你內心的深處 你對這個人 還有那麼一絲絲的喜歡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 再進一步的了解以後 還是會變成愛人啊 我就知道 你對那個婉婷 還是念念不忘 說什麼不喜歡 其實內心很在意 拜託好不好 那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參加一個社團 裡面有一個學妹 人家是學那個精 你還記得那麼清楚 我 我 老婆 我又沒得老人痴呆症 我 現在 我 不想見到你 啊 我現在去到垃圾 哎 四樓啊 夠三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你還生氣哦 你還說我咧 啊你咧 嗯 啊 心情不好 是不是跟海闊有關係 這樣你也知道 對 嘿嘿嘿嘿 你誰生的啊 你我生的咧 你老頭來有幾個名堂 我也知道 你又沒有什麼異性朋友 就海闊一個而已啊 當然是這樣咯 嗯 就今天健檢的時候 他就對我很冷淡啊 我都已經主動跟他示好 而他還不挺 那就是表示呢 他還是真的很喜歡你 你拒絕他之後呢 他平常就不知道怎麼面對你了 啊 這樣嗎 對 嗯 可是我還覺得他人很好 還想要跟他做朋友 嗯 可惜了 覺得可惜呢 那你就要積極主動一點啊 我有積極主動啊 可是他就不理我咩 我要再主動的話 這樣很奇怪 啊 簡可可 人的一生當中呢 絕對不能做出什麼 遺憾或後悔的事 是 你 真心想跟海闊當朋友 就叫你媽我說的去做 試試看 總是有機會的吧 對不對 還沒 緊緊 嘿嘿 你看 我說的這個話是指甲 不錯喔 哈哈 你用力靠來做 你給你看 省錢啊 不中毒喔 不會啦 喔 水噹噹 嘿嘿嘿 海闊跟麥克爾罩打起來了 怎麼可能 真的有救護罪 而且海闊還被抬上去了 海闊的狀況怎麼樣 你要不要跟他說 我狀況很不好 我沒有家人 別照顧我 我來看胃頭是愛的 所以我來幫你準備吃的 這又是 棉被 對待 你要住在我家 可以嗎 我去玩 TVBS42台 每周日晚間8點 完全隨隨便 連愛 有錢沒錢都要愛 有錢沒錢都要愛